我发觉到啦 很多这些成功的企业家 都是有小细节的叠加在一起 罗哈才能发挥到那个很大的威力 企业家本身的修养 如果啦 我们看向吧 目光看向世界比较成功的一些企业家 你可以看到他们本身的生活 其实是非常自律的 但是如果我问回我自己 我可不可以像他们一样自律 我自问我做不到 你可以聊你策划几厉害 你的策略几好 你的商业头脑几好 但是如果你没有去依靠这些 比较小的这些生活习惯的话 有一天你是会崩溃的 如果你生意很好还好 就是你看到有一些老板 他整天还是可以很开心的 喝酒 酒肉朋友 那是因为他生意好 他生意不好耶 你要怎样翻身 你要翻身的是 你要100%的自律 非常控制所有的细节的 嘿大家好 我是ZFounder的Gin啊 那在没有看这个影片之前呢 我有一个很小的 announcement 也就是我们ZFounder呢 刚刚开通了 Discord channel 还有WhatsApp broadcast channel 那如果你想要和正在创业 或者想要创业的小伙伴交流的话呢 请你扫这里的二维码 天的表格过后 我们就拉你进群了 那我们在那边聊天吧 不打扰你看影片了 拜拜 嘿大家好 我是Gin 大家好 我是Ivan 那欢迎大家呢 又再次回来ZFounder的这个频道啦 我们今天继续带领更多年轻人呢 去认识这个商业世界 那本节目呢 是由Doseoft跟ZFounder 一起联合赞助的啦 那Ivan 今天我想要跟你聊一个 我觉得我最近 比较喜欢的一个话题吧 就是我在新年的时候 也有特别去研究这个话题 也就是关于到企业家本身的修养 哦 OK 很大耶这个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 如果啦 我们看向吧 目光看向世界比较成功的一些企业家 你可以看到他们本身的生活 其实是非常自律的 哦 但是如果我问回我自己 我可不可以像他们一样自律 我自问我做不到 哦 因为我看到他们的节目 是非常疯狂的 而且是疯狂到 我看了我不想跟的 比如说五点起来 有有看到 然后五点起来去 去 不管打高我付球 或者去健身一个小时 嗯 打了一个小时过 你才可以开始 工作 开始工作 他们是吃早餐啊 没有冲凉 sorry 没有冲凉 sorry 工作 有冲凉啦 可能包在里面了啦 可能他回复1秒先 他回复1秒先 回复1秒了过后 有一些才讲 OK 我才开始去冲咖啡 去冲凉 吃早餐 过后我才开始准备去上班 哦 这个就是我看到他们的 Timetable 一个真正成功企业家的思维 跟他本身修养的这个经历 嗯 我本身我觉得我是跟不到啦 因为他们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 systematic 为什么我在新年 特别对这个话题会 一下子有这个灵感 因为我看到新年有什么 书法哦 茶 对 这些我本身都觉得 他有少少关系到我们花人企业家的修养 嗯 就是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企业家 他是非常喜欢书法 嗯 那我自己本身有特别的去研究书法 最近 哦 就是我以 我会觉得以前我们小学的时候是 take it for granted 对对对对 书法对我来说是在画画 啊我也是真的 我跟着他添就是了 对对对我也是 然后不懂什么意思了 我根本没有在保 我根本没有在 特别的去领悟当中的 精髓 古人的智慧跟精髓 像来文这样子讲 嗯 那你看到有一些人的智 他是非常刚 又非常的 呃 硬了 总之从智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性格 啊这是真的啊 跟他的 跟他自己的心情 哦 有一些人他可能心中 呃 没有 杀乱 没有障碍 就非常的空 哦 他写的字就特别的 特别的飘 你看得出了 哦 所以我就觉得说 哇这个真的是 很好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从一个人的智 就可以看出一个人 你可以看着他的思维 跟他本身的修养 嗯 那喝茶也是一样的东西 喝茶 OK 就是茶到 嗯 我觉得 茶啦 为什么我会突然间 想到这个东西 就是以前我有跟我朋友 聊一个非常笨的topic 我就讲 哎现在你知道 我们来讲茶啦 在马来西亚最大的企业是谁 他讲Tea Life应该是喝茶嘛 他讲奶茶都是Tea Life啊 我讲 如果是 呃 泡茶叻叻 中国茶叻 他讲紫藤哦 嗯 我就讲 然后紫藤跟 Braniru这么没有合作啊 不能cross over 如果我就心想说 说这么不能cross over 嗯 如果我回家过后 我想了过后 我才找到答案 嗯 他们不能cross over 是因为本身两家的企业的理念 根本不同 不一样 Tea Life的是 呃 你今天买 如果他可以为你带来快乐 或者说 他让你感觉到alive吧 嗯 可能是他这样子的一种企业文化 紫藤反而他是跟你讲 停下来 嗯 慢 慢生活 慢 去品茶 嗯 去认识茶 活在当下 根本是不同的理念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 诶 这个 如果我把它搬回去 呃 自己的商业圈 嗯 或者说自己的生意 嗯 你可以重重学到什么 就是企业家的 本身如何去train这个修养 因为我相信啊 嗯 我们现在在做生意嘛 嗯 自己也有自己的生意 那你可能会做到你几岁 五十多岁 六十多岁 嗯 你这个是需要 long term的dedication 啊 你不可能说中间 一下子断掉 对 那你要如何支撑 这个dedication去那边 就是凭着这些 修养跟好习惯 对 因为如果你 如果像Ivan已经讲 他是banker的时候 他整天喝酒 对 酒肉盆有一大堆 很多 如果你一直有这样子的习惯 你觉得你生意 可以做到长久吗 不可以 你就算你可以 你自己的身体 可能give in 嗯 就是说你可能会有身体会有很多毛病啊 山高 山高 你山高啊 早上睡不好 晚上睡不到啦 起不到身啊 一大堆 可是你看到真正的 成功的企业家 那你有这样的问题了 没有这样的问题 李嘉诚不管几点 所以我每天一天要五点起来 这个是他自己的路 太厉害了 然后他还要去打golf 所以对我来说 这些就是我要表达的东西 你自己本身 我们就要聊一下这些 修养 不良嗜好嘛 你自己本身有这样子的东西 比如说for我啦 我发觉到我还是有一些不良嗜好的 比如说 我没有抽烟 我没有喝酒 我也没有做奇奇怪怪的东西 但是 我自己的不良嗜好 就是我发现到 我还是有拖延症 嗯 因为我会心想说 如果我不能想到 完全奇美的解决方案 我就不去做 就不要做 那个是以前的Gin 现在我觉得 当我认识了Ivan 当我在读更多的商业书籍过后 我才发现到Ivan是对的 你真的有时候 你不用想那么多 你做罢了 你做那个路就会出来了 当然我不是叫你不要想 你要想 想 可是你就一边做一边想 但是你不要一直想 因为我前几节也有讲过 思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 你想太久一开始是positiv的 搞过一些事情 然后你再想下去 你就自己跟自己打架 可以咩你可以咩 纠结纠结 我要不要租那个店啊 你租啊等下你亏钱咯 对对对对 可是我不租又不能咯 他讲等你租咯 租了又亏钱咯 然后就在那边吵架 然后其实你人都没有做东西 到了网上啊 你就觉得很累 很累 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 成功企业家难有这样的 没有 没有这样的 我可以先分享我自己的不良嗜好 拖延症咯 嗯 然后我觉得我没有很好的 睡眠的schedule 你没有欸 我发现你会好像会 一点多的时候 还会send给我 我觉得我睡眠的schedule as in fixed的schedule 有些成功企业家是12点睡 对 7点就请 嗯 他不会跟你讲什么2点睡 然后又9点醒 然后今天我10点很累 我10点睡5点醒 不会 不会这样 他是fix 我觉得这个是我两个的不良嗜好吧 你自己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不良嗜好 我 我可以讲一下我最近创业的心路旅程 我创业没有像jin这样久啦 我是based on我之前在工作 就是在打工的时候 我在打工的时候我很多不良嗜好的 我一定是会喝酒 我一个礼拜是会喝四只红酒 为什么我要喝这样多 因为我睡不着觉 我太过压力了 Ivan不是hurt for fun 他是睡不着觉 对对 一般有50%是因为hurt for fun 因为觉得很好玩 觉得很好玩 然后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我觉得我 我的另外一个不良的嗜好是 我不会表达出我的情绪 我会够住那个情绪 之前啊之前在打工的时候 那这样子的东西会造成了什么后果啊 第一我跟 我跟别人的关系都不是很好的 就是可能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对 可是我不敢表达出自我 我很怕被人家讨厌 我很在意别人的眼光 然后第二个就是 就是我的喝醉酒的时候啊你知道吗 会乱水啊 然后会大哭大闹啊 我以前有这样子过的 你的情绪不稳定 情绪会很不稳定 然后接下来过后就慢慢导致了 我的抑郁症就会发作 就是不算发作啊 就是它会出现了一点点 人家过家末 我都觉得你在 你在骂我 你在讲我这样子的 这个是之前的我 然后自己出来创业了过后 我发现到我最大的改变在于 我的时间表全部都很固定 那很好啊 是很好 代表你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现在基本上是 我还是我会有睡午觉的习惯 我发现到 你有睡午觉的习惯 对我一定要有睡午觉的习惯 你睡几间 我是睡20分钟 有时候会到一个小时 我觉得很好啊 因为为什么呢 我发现到我的身体 就是我可能fullly focus 做工四个小时后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多focus 多一个小时 我会开始blurblur这样子了 对对 这个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就是我发觉到啦 很多这些成功的企业家 都是有小细节的叠加在一起 然后他才能发挥到 那个很大的威力 对 就是可能你觉得 五点骑身 这个什么鬼来说的 然后他就是利用了人体的一些 怎样讲 本能吧 比如说像Iwan 最近有跟我讲 他跟我聊天的时候 结果我们休息 他讲 Gin我最近有practice816 没有这个是816 就是8个小时可以吃东西 16个小时不能吃 可是这个在科学证明 我不知道是不是816有没有效 但是我看到有一些人是讲 轻断食 就是 它是属于轻断食 它间接性的断食 就是它contract的 也能提高你工作的效率 这个就是我觉得说 我觉得这集的精髓啦 是在于你可以聊你策划几厉害 你的策略几好 你的商业头脑几好 但是如果你没有去依靠这些 比较小的这些生活习惯的话 有一天你是会崩溃的 就是可能你会觉得 如果你生意很好还好 就是你看到有一些老板 他整天还是可以很开心 喝酒 酒肉朋友 那是因为他生意好 他生意不好 你要怎样翻身 你要翻身的是 你要100%的自律 非常control所有的细节的 我最近可以分享一个 我老师在上个拜三的时候 他就跟我们讲了一句话 当你今天想要赚百万的时候 跟你要赚千万的时候 你一定要牺牲一些东西 你会牺牲什么东西啊 好像我老师他是最喜欢吃 他吃面包 很喜欢吃那种巧克力 很喜欢吃 总之就是那种零食产品 甜的东西 然后他也很喜欢打游戏 在家里 虽然是我老师 可是他因为他要做他喜欢做的东西 所以他放弃了他很喜欢的东西 很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当你今天要赚百万 你要牺牲掉什么 你要牺牲掉你不爱表达的东西 你要牺牲掉你很爱熬夜的东西 你很爱吃那些零食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人要这样做 因为你another way 是在鼓励回你自己 你在劝回你自己说 我连这样子我都可以做得到 这样子我觉得我的生意 我也可以做得到 我连自己都control得到 所以那个mindset的思维 上了一个度 这个是mentality 那为什么最近我的状态回来 是因为我之前其实都睡的是 我会有点熬夜 状态回来 对对 状态会有点回来 是因为我是有做那个八对十六 Jean也是有讲嘛 然后我发现到我做东西会比较focus 对 然后首先你做八对十六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你要知道你要拿到什么result 好像我当时就讲说 我是要从这个kilogram 跳到回这个kilogram 这样子这个才是我要的东西 当你做到的时候 你人的mentality全部都不一样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 为什么这集我会特地的去跟Ivan 分享let's say 书法查到 我觉得这些都是 企业家成功路上的小细节 对 比如说你讲企业家要好好的放空去冥想 嗯 那你要怎样的放空 对 有些人他可能是打坐 但是有些人他是品查 哦 他冲查的时候他是放空的嘛 什么step 我不是教你怎么放茶 直接倒热水啊 你不要用买那些 超乖乖的 你不要用买那些酒楼的skill给我看 我是讲认真的 认真的 查到 洗杯 洗杯先过滤一下子 再泡一点 你有学过欸你 我没有学过我有去看 我有去看 我大概可以 我再去youtube应该无私自动 下次我就泡给你 下次我们就在自己的podcast studio准备 这个就是你看有一些企业家 他真正放空的点哦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嘛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企业家 他放空他会做什么 他刷TikTok 他打开game来玩 那个根本都没有让自己休息 对 可是他觉得他有休息啊 他在休息啊 因为这个人的mentality是这样的嘛 你的头脑会有一个叫做好像是endorphin 另外一个是bong是什么 忘记了嘛 就是你一打开这个app的时候 你会很开心 那你潜意识以为你有休息 其实你没有在休息 没有休息 而且你越滑越久 越滑越久 越来越累 对 我之前也是这样 所以你反而应该学 Let's say 查到 那书法最近我也是非常喜欢 书法就是念你的耐心哦 还有你可不可以真的去坚持去完成写完这个字 就好像道森和服你讲了嘛 每一件事都要做到100% 我的成功率是100% 为什么他讲我的项目成功率是100% 不是因为他不会失败 而是因为他失败了 他会站起来 他会坚持到他180% 书法是一样的 你写字那么丑 你可不可以一直写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 让我回想到最近一件事情 好像我自己也就做8对16嘛 然后直到昨天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我的先生 他自己偷偷practice这8对16 他自己偷偷你知道吗 只能讲偷偷 就他也没有跟我讲做8对16 他就是会看我 他就每次问我 你这么紧的 你7点前才吃饭这样子 然后我讲我在做8对16 我也没有特地去讲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课程 其中一个部分我没有讲 然后他就讲 我其实已经偷偷 这样子practice了两个礼拜 还有他的肚子是真的有小调 我就以为他 说你影响他好了 对 然后我就看agent也开始在做书法 然后我老实讲说 当你开始自己变得更好的时候 你身边的人就会变得更好 这个是我发现到的 我觉得我会开始去想 因为我会发现到我的生活中有很多 很小的不良习惯 比如说拖延症 比如说不太好的失序的方法 比如说有时候我要想东西 我有很多种的方式去想 有时候我是摆烂的去想 有时候我是出去跑步的想 然后我就在想 有什么方法才是真正成功的 企业家会用的呢 倒不如我学他们就好了 对啊对啊 所以我就是在探讨这些方法 所以我就觉得 我觉得这集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暂时先讲 我觉得暂时是这样 但是我想要跟粉丝们表达的就是 我觉得你们的take away 就是可以多去关注自己的这些问题 然后再去看一下这些真正成功的企业家 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你真的是要破圈 你要成为真正很成功的人士的话 你一定要有那个能力去管这些小细节 对 而且你要记得 因为我刚才讲的嘛 如果你是很多的酒肉朋友 或者说你喜欢喝酒啊 花烟酒地一大堆东西 那是因为你的生意成功 如果有一天你的生意下降 你要怎样翻身 你要有这样子的危机意识 我是always prepare myself for那个翻身 就算今天可能很好 或者说可能很坏 我都觉得我有那个能力去翻身 很好 讲得太好 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习惯 这真的太好啊 因为很多人都会在失败了过后 没有办法站起来 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啊 我最近我看了这本书 刚刚我想到我带到这本书来 英雄这本书 虽然这本书 应该很多人会讲比较像心灵鸡汤 可是刚刚哦 Gin就有讲到一个叫做 当你跌倒了过后 你还有本事爬起来的话 我在里面有栽入了一句话 它叫做 你在追求你的梦想 或者是你的创业的路上 其实你要怎样达到你的目标 它像是一个迷宫 没有人知道你要哪里时候是死路 哪里的时候是一个活的路 就只有你持续的走一步 一步一脚印的走到 那你才会达到它的终点 就觉得这个很厉害 以前我会讲我老豆 就我爸爸他本身是做生意的嘛 他没有做到很成功啦 但是我觉得他算OK的 因为他真的是那种 刚蹦出来的 也没有什么文化 以前住在葡萄整天打架的那些孩子 但是他现在也有OK的成就 就是比普通人好一点点 然后我以前就会我刚开始做创业的时候 我会讲他 我讲做么你以前没有教过我这些 business mindset 做么你没有去跟我分享 你怎样一路来走过来的这些旅程 然后他只回我一句我讲 他就讲怎样教 这些东西我没有得教了 然后我以前就会觉得 讲废话应该是在敷衍我 但是我现在我想回去的确是这样 就像Ivan这样子讲的 就算你有mentor或者你有老师 他大概只可以跟你讲方向 每个人的迷宫是不一样的 你还是需要自己去走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一个closing吧 那我觉得这集呢就在这边 我希望你们喜欢这样子的这个影片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